24號台南市議會進行到府議長的補選 國民黨來總統完 來專利支持到日本 前一到記者三票來動選到府議長 但是民進黨沒有提到林選 也沒有出席來投票引起了外界議論 因為說 府議長來讓別人強行影響到市長的選舉 國民黨竟敢來考試說 可能是欠票太多 民進黨是嫌票太多了 台南市的鄉親 對他們這麼疼惜 對他們這麼信任 這是地制法第十九條 依法必須召開的補選 他們竟然權力的杯葛 不宜出席 也不提出人選 這就是標準的權力的傲慢 議長就有副議長的補選議題 連議來不提來詢問到市長 市長表示說 這是黨團主席 不能來感謝專長的黨團的觀點 這個現在副議長的選舉 因為要問黨團吧 黨團已經有對外說明了 基本上黨團的對外說明 我們市府是尊重黨團 這是副議長的選舉 不是副市長的選舉 所以說我們市府都尊重 但黨團的對外說明是說 他們剩下兩個月不想再領 這個副議長的錢 而且議會沒有繼續開會 所以說基本上可能還是要問一下 民進黨黨團的說法會比較好 因為這是議會內部的事情 在副議長補選民進黨沒有拿到人選 也沒有出席來投票 是黨團經過討論投票之後 所做的決定 我跟議員說 強行影響到選舉 去市長表示 這是民進黨團的決定 這是選到副議長 不是選到副市長 有問題應該去找黨團來問候清策 南天新聞 帶一聲 帶來猜方報的